我现在每一个平台每一个视频下面 大家都在这里装修Vlog 我也想赶紧装完呀 但是装修在哪了 这铺上的又露了 钉的这些路板也全都废了 是新空的视频 咋成这样了 练了好多话 哈喽我是阿崔 哈喽 你们想看的室内装修它 终于来了 那从此时此刻开始呢 我们房子即将迎来巨大的变化 每天一个样 对每天一个样 然后硬装的收尾工作 因为现在五条期和艺术期 基本上已经结束了 那紧接着就要每放到地板上柜子 就会房子看起来就变化很快 至于为什么这个室内装修这么的慢 是因为装修啊 真的是我们装完了发现还得修 比如说这里 就是我们吊完顶了之后发现它漏水 所以我们又把顶砸掉 它现在还有补过的痕迹 天呐 唉 我们现在二边镊子都挂完了 这里还在漏水 天呐 我们可能要把它全部拆掉了 唉 蓝脸现在还在跟设计师沟通 它把这个砖拿上去挡一下二楼的露台 盖上了 应该就是这里的原因 所以我们想要把这个裂缝的地方开槽 再比如我们的漆都刷完了 然后墙开始裂缝了 就是有一些墙体裂缝 这个缝是没有办法修裹的 不管你裹多少边镊子 挂多少边的往 它后期还会开裂 所以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 把这个原来裂缝的这个地方开槽 然后把这个裂缝的灰和镊子都去掉 盖上这种石膏板 然后再挂裂子 这样就会减轻这个裂缝 对 所以其实现在可以看到墙上有很多 还未干的痕迹 比如说这里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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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里 总之吧 那些看不见效果的工作 我们都做的差不多了 后面就相当于比方的每天 换不同的衣服 添加不同的这种装饰 都会效果很明显 对 所以我们现在去看看楼梯 现在来选一下楼梯板的颜色 楼梯踏步是这个没有问题 这个是你洗带涩 这个是后面开放的 这开放期 开放期的意思就是它能 能把木头原来的纹路给你留下 做出来 封闭期就把木头原来的纹路 就是一个带涩 就是一个黄板材料 没有那个温度是什么 二条白色 那你离上哪里 里边呢 里边应该是白色 这边是白色 那这套鞋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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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踢脚鞋就到哪 从这套鞋在身上 那也是白色 也是白色 对 踏板是样色 对 里边呢 圆木色 你电话 踏板 立板 副手圆木色 鞋鞋在側面板都是白色 对 装楼梯的时候 我发现有个问题 就是 就是最下面的这个台阶 它 比其他的台阶高了十公分半 这样我们上楼啊 下楼啊都会很不方便 太高了 不安全 现在坐楼梯这边给的解决方案是 这里加一层矮的 但是这样就要多出来一块 我们就觉得很丑 所以我们现在商量说 能不能每一个台阶都裁掉一公分 把多出来的这些匀出来 这个要是重新举的话 钉的这些木板也全都废了 现在楼梯已经高度裁好 这个高度就舒服多了 也很安全 然后这个地方留的位置 是将来要放透明玻璃的 其实我们也是纠结了蛮久啊 最后还是决定做透明玻璃的效果 因为这样可能透光会更好一些 这这这这这补上了又露了 绝了 真是崩溃啊 要把这里砸开了 这心梦的声音 砸成这样了 天哪 天哪 防水就这样 就是得一点一点排除 天哪 我们之前已经是把这些砖全部都打掉 排除了上面的问题 现在基本上就能确定 应该是下面一边的问题 是 啊 经过一下午的努力 又把这里用那个砖和泥给垒起来了 后面这一块就要全部再做一遍防水 这样肯定将来就不会再有问题了 是的 应该是最后一次了吧 应该是最后一次 怕了 今天呢 我们约了美放 来量一下我们家一共要做路上冰箱 今天呢 我们约了美放 来我们家量一下 路装修饰品 这就是常态 习惯了 这就是常态 今天呢 我们约了美放 来我们再量一下 一共需要多少米 不同的空间 用什么颜色 还有就是讨论一下这个报价 现在来到了我们的客位 这个太浅了 这个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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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浅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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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它在调一下浅了一点 然后出白 然后呢 这个浅了 这个浅了 跟二楼主位是一样的 这个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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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时可以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半 太阳最晒的时候 我不明白为什么阿连 总是选择在这种最热的时候 干这种户外的院的活 你这活是在干嘛 刷一层红水 就这个地方我们后面不是要铺砖吗 但是如果雨水大的话 它也有溅水的可能 其实稳头起见 刷上一件就会更保险了 今天就要正式做美副了 看地上的这些保护膜都已经撕掉了 撕掉之后其实就已经有那味儿了 是不是 接下来调一下地下副2的地上 这个是带是2花是1 然后这个是1笔 同时那一边呢 在安装采光脚 我们后院现在捐到 平地游了 不一样 不一样 在平地游了 但就很喜欢 不一样 有点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 前面我还在想 美缝怎么这么顺利呢 然后就来事了 一横卫生间的这个瓷砖 这个缝不知道为什么 有点黑 我们选的美缝是跟瓷砖颜色差不多的 就是很浅 所以根本盖不住这些黑缝 做完效果非常差 刚刚又把做好的美缝全部清理掉了 现在在想怎么办 好 那我们厨房墙面的这个美缝 就已经全部完成了 给你们看一下现在的这个效果 你要靠得很近 这么个距离才能看得到这个痕迹 但是远看整体的话 不像是贴了瓷砖 但是刷了一面漆 对的 不妨我们今天早上花了那么久的时间对颜色 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勇于尝试新东西的 我们的设计师和家里人一直都强烈建议我们用美缝剂吧 对他们说的那个美缝剂真的就是把这个混给凸出出来 对就是砖和缝一定要清清楚楚 然后缝里面还要夹一边就是 金蚕 还好我们拒绝了 显得我有缝 那我们这个美缝呢用的是一种比较新的材质 叫做环阳彩纱 对 这不是这种传统的一管一管挤上的美缝剂 是的 嗯它是可以根据你的瓷砖来调色的 它是真的美化 缝隙就不是甜缝 对 因为我们家选的就是这种纯摆的雅光瓷砖嘛 所以用雅光的这种美缝效果会好一些 嗯 如果你们跟我们的装修合作相似的话 一起去研究一下这个材质 到了今天这一步美缝这一步 不 我觉得就到今天 对 就是今天 就是才有一种装修看到了希望的感觉 对 因为今天来了之后 我们把这个窗户的膜 还有这个窗户的膜 还有这面大窗户的膜全部都撕掉了 所以整个屋子里就比之前亮大了很多 现在感觉像是一个家了 彩光瓷现在已经全部拆完了 然后现在怕怕下雨 就先临时盖了一下 那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彩光瓷给拆了呢 因为原来它发生胶的这个彩光瓷吧 我们家是没有漏水 但邻居家有几户会漏水 因为它的这个侧面都是用栅栏 是没有密闭的 所以下大雨可能会骚进去雨 而且摆身就比较矮 所以我们把它提高了一些 对 高了一点 它的透光性也会更好一些 对 然后呢 装了一个雨水感应的自动升降窗户 就是下雨了 它会自动给你合起来 对 这样不管通风还是采光都会好一些 防水性也会好一些 它本身在我们的预算之内吗 嗯 不在 那我们今天的首要任务呢 还是美范儿 因为昨天师傅带的颜色不是很多 因为我们家很多灰色系的瓷砖 就没有配到合适的颜色 因为昨天的一个情况啊 就是瓷砖比较脏 然后美范儿不是特别干净的问题 我们今天又请了一个阿姨 帮我们同时做着一个简单的开荒吧 先简单清理一下瓷砖的卫生 然后美范儿的师傅再去做 然后我们俩还要在现场定一下我们家的灯 各种桶灯 仔细轨道灯 吊灯 等等吧吧吧吧 给你们看一下昨天卫生间完成的效果 吃饭 好好好 那到今天为止呢 我们家楼上楼下的艺术漆也已经刷完了 那楼上呢我们用的是分林的机理漆 可能这个距离你们还看不出来有什么变化 近看呢它是这种有纹理的 就非常高级有质感 重点呢它是防刮擦的 就得拿水沾着抹布擦拭 对 如果你们家墙上有什么灰尘呀 或者熊孩子在上面乱写乱画呀 就可以直接擦掉了 对 先来演示一下 这是前两天上面修补 上了一些灰 看 用湿抹布就可以直接 哇塞真不错 其实这个漆本身也不在我们的预算之内 预算算什么 我们的厨房瓷砖当时显得是非常非常白的一块 但是这个漆刷完了之后 那个瓷砖就显得有点灰热 就怪不到我们就看好多人在装修在那说 装完了之后家里有如彩斑斑斑的白 这种各样的白 现在有点挺灰热的 那一楼的这个卫生间呢 那我们也刷了这种跟外面是不大一样的 技力漆 它是卫生间专用的 对 会更防水防潮一些 对 烫花叉的硬度也更高一些 对 其实我们自己心里是不太敢接受这种新材料的 就是卫生间不用瓷砖嘛 对 但是就是我们一楼的这个 他们都领处于 所以我们觉得是可以尝试一下的 是的 包括后面我们的使用感受也会跟大家继续分享 那从这个地方开始呢 我们的漆就变了 为什么从那个地方分呢 是因为 其实在一楼的这个地方 看不到楼梯口的界面墙 对 所以在这里选择 做两种不同的材质 它不会那么的明显 那从这个地方到地下呢 我们用的就是大琴的灰泥 它呢其实是一种非常适合地下的材质 防水防潮防霉 可以说是一步的位 颜色呢选的是偏奶黄的白 嗯 对 就是在地下可能会更有那种差距的感觉 嗯 这边是要放那个一柜的吧 这里都没有搬漆 能够看出来这个颜色的对比 噔噔 我的心转了 P 嗯 好好给你们看一下 你们也知道我们这个旋转出去颜色的一个拨打 本来以为搭完钢架 就已经算是把男的那些 忽然都覆没了 但是没有想到喷漆也那么难 哈哈哈 就是仔细看呢 那些漆其实 有些地方还是很拿手的 然后它很平滑 对 有一些小虎泡 哈哈哈 然后我们那个师傅吧 确实很用心很负责 但是他也确实真的做不了了 就是怎么说呢 这个漆其实叫佛碳漆 它是给汽车喷的那种漆 所以它如果喷好那种漆膜出来之后 那个手感会非常好 啊 但是呢 给汽车喷漆的环境都是无尘空间 喷的时候空气中的那个灰尘 但是咱家吧 当时喷的时候 底下全都是灰尘 所以就一边喷着灰尘可能就 附上去 对 所以我们是想等现在把灰都清理完 做完美方之后 把这个地方再保护起来 啊 然后再喷一遍 包括这个柱子 之前的时候 可能 在这个位置吧 就是要比它再出这么一块 之前视频里也看过 然后我们也是就把那个柱子拆掉 然后把它那个水泥又给砸掉了很多 然后又把它给改细的 之前就是太蹲舌了 反正就是反反复复的做了很多 你们看不到的工作 就之前也很想给你们摸 但就是因为那些工作 它没有看明显的效果 但是 从这个视频之后 就是应该每一期都会有很大的变化 哇你看 我们下面那个地板上的防腹层都已经拆掉了 对 是不是那些感觉一下就出来了 有那个味儿了吗 有了有了 有了有了 哇这个视频 就是现在有那种 那样要扑扑的感觉了 好那我们俩呢 现在要干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之前在网上看了非常多的灯 不同的灯种 统灯啊射灯啊吊灯啊 还有这种嵌路式的灯 然后现在要在全屋里 会变盘 然后看哪个地方用哪个灯最终确认一下 然后今天晚上回去就要下单了 对 包括这些开关面板插座 正常的平层吧 我们大家家里的开关面板装个小半天就装完了 我们家我们工长说 刚刚装两天 就是开关面板加这些总能射的 还不算大灯 对啊 最近在研究这个各种灯光 已经研究了两天了 之前看到一篇文章说 一个房间最后的装修效果 灯光能决定70% 我今天还不信 研究完之后发现 灯光真的是太重要了 太重要了 看我们家一共有装多少灯 好 那我们本次的装修课 就到这里结束了 接下来呢 我们也会实时的跟大家更新我们的装修进度 对我们新加装修感谢所有小朋友 就可以有多关注一下 希望后年一切顺利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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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顺利的话 哈哈哈哈哈哈 拜拜 记得转发点赞 关注我的微博视频哈 嗯 嗯